来聊聊天吧 那有一位中国网红呢 带着家人去台湾看病 然后呢 非常多的台湾人支持他 关心他 帮助他 那透过他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点阅率 非常的惊人 动辄几十万 那包括留言区也全部都是赞助 相当的夸张哦 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人是非常的爱他 支持他 关心他 那一个人非常红的呢 就是怎么说 人红是非多嘛 当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也有人讨厌他 当然这个讨厌的比例非常少 那最近就有些网上的人 说他在台湾 做YouTube是非法的 然后去募款啊等等的 这样让他非常的 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说 难过吧 对 然后他的影片 我有看过 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 因为我也比较忙 没有完整的去了解他这个历程 但是透过我的观察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爱台湾的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很多拍摄台湾题材的网红啊 YouTuber太多了 就现在YouTube上面还有很多爱台湾的这种中国大陆籍的人士 那当然因为个人隐私的问题 我就不说是谁 有些人呢 他爱的台湾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刻意的 并不是真的爱你们的那个台湾 什么是你们的那个台湾 就是不是爱的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 就是从他们小时候学的那些教育书本上的那一个保导台湾 那就是中国台湾 有些网红确实是这样的 只是可能因为一些关系不能表现出来吧 但是可以透过他的一些话语 感觉还是从中国的出发点 那还有一些网红呢 到了一些台湾的一些地方啊 很刻意的去避免跟台湾的国旗 那不讲台湾国旗 就讲中华民国国旗也可以吧 都要避免跟中华民国国旗合影合照 然后包括讲话的时候 也可以的用大陆或者是台湾 反正中国跟台湾两个字不能同时出现 这样就有点两国论 这也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爱台湾 那么爱台湾的话 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敏感 跟刻意的去觉得会怎么样 因为我去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跟这个带妈妈来看病的 这个网红还历 这个经历上还蛮像的 我也是去过留过学 也去留学的时候 我其实都在旅游嘛 没有认真的念书 然后离开台湾之后 我也去东南亚很多国家旅行嘛 那这位网红也是 就是我觉得当时出去旅行 我就想增加自己的见识 原来我从小学的这些东西 跟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要一直去旅行 就想增加自己的见识 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这位网红呢 我看他也去过很多东南亚 很多国家 我觉得经历上还蛮像的 那另外呢 我要讲的是 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也经常的去跟台湾国旗啊 中华民国国旗啊 台湾的总统府啊 合照 因为我们出发去台湾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组织一个 每天呢 是每天就要定期的 把这些要去台湾交换的学生 召集在一起去开党 一个什么党支部 给我们组织了一个会议 跟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们去了台湾之后 你当然现实中 你确实会看到很多 台湾跟我们不一样的国旗 什么他们会称呼 台湾地区领导人为总统 他会预先给我们打预防针 他说这些确实是存在的 国旗也不一样什么的 但是这些都是他们 谋求独立的一个台独的行径 那台湾 然后包括还给我们上历史课 真的 我们去只是交换学生 去台湾学习留学而已 他们行程之前 在国内的时候 还要跟我们去讲历史上历史课 说什么清朝明朝 什么郑成功去 从中国大陆去收复台湾等等的 讲很多 意思其实就给我们打个预防针 去台湾之后 你不要看到台湾国旗有什么差异 他会先给你打个预防针 那其实呢 我去台湾的时候 我都有跟台湾的国旗合影 即使中国的学校那边 让我们不要跟国旗合影 不要跟那个总统府合影 大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他的前身就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现在中国啊 他的爸爸就是台湾的政府 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他的前身 那现在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所以谁叫谁爸爸 这个大家如果历史好一点 中国人呢 经常叫台湾 喊大陆叫爸爸 如果你真的懂自己的历史的话 你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历史 到底谁叫谁爸爸 对吧 为什么要扯这么多呢 就是我看这个网红啊 他有在社群分享一些照片 他就有大胆的去跟台湾国旗合影了 对很自然的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是你爱台湾的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一个表现 对吧 我如果喜欢美国 那我也会很自然的跟美国国旗合影了 不会去刻意的避免 哎 这是美国国旗 把他马赛克挡起来 不会 你看他就有分享 那其实其他的一些爱台湾的网红啊 会经常刻意的去避免 讲到中国两个字 避免讲到避免碰到台湾国旗 但是这一位网红我就看到是非常真实 他就是真的爱台湾 就是爱现在这个状态下的这个台湾 那现在这个状态 我都不用讲 两岸它是不一样的 他爱的是这个台湾 而不是我们从小学的书本上的中国台湾 那他去台湾了之后呢 就分享了很多台湾的医疗系统 跟中国的医疗系统的不一样 然后就夸赞台湾的医疗系统了 因为如果是大陆人的话 应该都知道 在中国的话 你是确实你要先把钱缴了 你才能去看病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 接下来你做的这些手术 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嘛 医院也不用会说 做了之后你不付钱 没钱 对吧 所以中国考虑的是这一点 医院不能没收到钱 政府要先把你这个钱确定了 你才能去看病 这个其实也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吧 如果很多人说 大陆人说这个是医院的问题 怎么又扯到中国呢 怎么又扯到政府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 都是政府引导下制定的一些相关的医疗政策 所有的政策都是政府主导的 如果这样的医疗系统 那中国的这些医疗系统如果真的不好 不好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不改 政府有权利去改啊 对不对 医院也没有这个权利去片面的改 什么改变这些什么医疗保健的这个系统啊 比如说医保啊 中国的是医保嘛 台湾的是健保嘛 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一些政策嘛 医疗政策 所以说 他去台湾之后就讲了两岸的医疗的差别 那就讲他在北京看病的时候 每天要催你缴钱 那一天催你缴个三四次 那真的让人很崩溃 所以他也很无奈 最后就选择来台湾就医 来台湾就医之后就发现很多不一样 就是说 呃 呃 台湾人就是很热心嘛 就是医护人员都非常热心 还带自己的家人 就是去楼下散散心啊 什么的 然后台湾的社会各界也非常的支持他 感觉讲的有点离题了 有点远了 就是最近 可能有一些啊 比较不喜欢他的人 那这其实都很正常 当你做网红或者做公众人物的时候 你很红了 呃 很多人关注你的时候 自然有一小部分人讨厌你 那看到呃 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去在推特上面 有看到一些台湾人就说 他这样有侵蚀到台湾的医疗资源 比如说 呃 这样的话会不会引起后续的连锁效应 很多中国人都去台湾看病 那如果台湾人现在哎受伤了送医院了刚好被你占了怎么办 就认为他侵占了台湾的医疗资源 其实我倒不认为这侵占了台湾的医疗资源 因为这个我上台湾的新闻上面去看了 这是台湾的那个政策制定的 就是大陆人可以申请去台湾就医 当然有很多的门那个门槛跟条件 其实这不只是台湾吧 就是全世界放映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允许外国人去他们的国家去看病 那当然你是外国人你可能是要自费的嘛 这作为一些呃医疗机构啊医院啊 他们是这么做是可以为自己的医院带来创收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网红要一直去在网上拍影片 然后去赚钱 然后大家去抖内他 这是因为他不是当地人嘛 所以没有办法那个没有没有办法去 呃享受台湾的健保啊什么的 其实他并没有侵占台湾的医疗资源 他也没有用台湾的健保 也没有说很便宜的去看病对吧 他只是利用他的那个努力去赚更多的钱 这个我不见得他侵占台湾的资源 另外还有一批人觉得 呃假如说台湾人受伤了 然后去送刚好被他占了 诶这么讲确实有点侵占台湾资源资源的那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就把这件事情比喻的非常极端了 真的哦他因为他一个人 然后其他人就刚好没有地方就义嘛 这这有点太苛刻了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我建议把那些什么韩国人啊 台湾表妹啊这些啊所谓的台湾人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是中国心了 把这些中国人啊 把他们遣返啊不是叫遣返 把他们送去台湾啊不是送去中国 不让就是把他们的户籍注销 不让他们享受台湾的健保 应该要这样去做 因为他们不是什么言论自由的范畴了 他们是去了中国 你说爱中国我倒无所谓 但是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 他们的发言都是跟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口径 这完全不一样哦 这个如果你在其他的国家 你加入敌对的政党 那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但是台湾我觉得 没有人去什么联署啊 或者去引起社会的攻势啊 甚至有人会觉得 哎这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有一定的范畴的 你这个都加入敌人的阵营了 加入中国我倒觉得无所谓 那就像我 我也是中国人对吧 你加入中国爱中国爱中国大陆都无所谓 但是你加入的是一个跟你敌对要侵略你的一个政治组织 一个政党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很多国家都是不OK的 所以台湾人有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就是如果像是韩国 可能就有那些人去总统府的网站上 就是台湾的韩国的青瓦台上面去联署了 要把这些人取消他们的户籍 他们的国籍 对啊 他们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说爱中国的话 那到无可厚非 那就不可能说把他的户籍取消掉 因为这是言论自由 你可以爱日本爱中国 这也都没关系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希望后续大家能够 有人看到这支影片 能够去做一些事情去动议一下 这些人真的是太过分了 这些人一生病就回台湾 他们才是真正的侵占了台湾的医疗资源 另外很多这些网友 这一小部分 其实真的是一小部分讨厌他的 因为看他的留言区 你可以看到 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去支持一个中国人 非常的夸张 就可以看出来台湾是很善良 真的大部分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支持他的 所以人红是非多 总会有一小部分人讨厌他 当然这一部分人的讨厌情绪可以理解 因为对于中国的警惕 保值警惕其实也没有错 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觉得有点过度了 当然这是小部分人 所以也是个合理的现象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过度了 因为中国人能出国的又有多少人能去台湾看病的又有多少人 而且去台湾看病不是说你想去就能去的 而且能去出国看病的人都是有钱人 不是说台湾开放看病 中国人一波疯的都不在中国看病了 为了台湾的更加好的医疗系统都跑去台湾 不太可能 然后有钱人他看病他会选择更好的 那当然很客观的来讲 比台湾更好的 比如说日本美国 那更有钱的人他就不差钱了 他可能就送去日本送去美国 这些网友的警惕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来说 也是很合理的 就是比较担心后续的一些连锁效应 那另外一点 我觉得其实没必要觉得 侵占台湾医疗资源 我就觉得他其实给台湾的医疗资源 包括台湾的医疗福利 台湾的这些政策 其实某种角度上就是一种见证跟宣传 它带来的一些作用 其实也是帮助台湾 就是宣传台湾的美好 包括台湾的医疗系统 是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他带来这些正面的效应 其实很大 为什么有些人就一定要去 捕捉那些非常极端的例子了 说他就侵占了资源 可能某个台湾人摔倒了 一去看病 被他侵占了 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 会插他这一个人吗 如果你真的插这一个人的话 你就干脆把那些制台的中共人 什么韩国人 把他们就不让他们回来就好了 我刚刚也讲了 这不是言论自由了 他们那种不属于言论自由了 都加入到敌人的阵营来武统你了 都要侵略你了 台湾政府现在没有任何做动作 我觉得不光是台湾政府吧 台湾人 你们应该关心到这个问题 连美国都会去对一些这种代理人 就包括一些之前还抓了很多人 台湾政府它跟你是敌对的关系 而且近距离的 台湾政府好像现在没有太大的动作 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这支影片 应该有些动作了 毕竟是要来打你的 要来武统你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